我還是要講一下理想狀況 因為坦白講 我們追求是理想狀況 雖然我們沒有達到理想的境界 像很多狀況坦白在國外 我承認在國內很多的急診的會診 真的不緊急 可在國外 那你說剛剛講 那不緊急為什麼要會診 那在國外是你不緊急 你就不會走來急診室 你不走來急診室 你就不會有非緊急會診 在台灣是什麼都可以來掛急診室 我到急診室來了之後 你又不給我處理 叫我回去 這開玩笑不拍之後才怪 我們碰過很多 譬如說江醫師 我相信找他的病人很多 與相往掛他的門診 要掛到三個月後 有可能 沒有...兩個禮拜 對 因為通常大約 都有一些醫師 他是很知名的 病人很多是慕名去求診的 要掛很難掛的 那很多病人就說 我掛不去怎麼辦 他就知道嘛 我去急診室 如果是要會診的話 有些醫院是可以 同一病患可以指定 指定在會 是 所以我因為 掛不到江醫師的門診 我去掛急診 什麼問題 我們這個診所的家庭 醫生 我膽結石要開刀 膽結石要開刀 如果我們就幫你看醫生 掛果然膽結石 或許不用緊急開刀 不過你畢竟要手說 我說那我們就幫你安排醫師 好不好 通常在急診室 被輪值照會的醫師 在醫院通常會比較 比較junior 比較之前 對 為什麼 也不是說把之前醫師 排在急診室 因為資深的醫師 因為他的 輪值的醫師 他基本上他還是專科醫師 他是組織醫師 或許因為他的病患累積 沒那麼多 當然他就要分攤 比較多的急診 會診的輪值工作 很多病患說 今天這個醫師是 哪個醫師值班的 你要會診 會診假醫師 假醫師 我不要找這個醫師 你幫我找江醫師好不好 那病患這種情況 如果江醫師有在院內上班 通常我們也不會拒絕說 我們可以幫你聯繫看看 所以很多醫師 他如果今天很多病患 如果是透過這種管道 去走一個橋門 去找 當然他其實會召喚說 他覺得今天不是我值班 你為什麼一直要悔我 當然就會 那這個確實是制度 其實台灣醫療很方便 因為我本身有鼻樓科 那其實我在大陸就是 正好就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然後我在一個 大概跟台中 差不多大小的一個城市吃魚 沒想到我就 然後我在台中 這樣大小的一個醫院 我大概找了三間 大概跟台大差不多大的醫院 找了三間 當地都沒有 他說我沒辦法 我們這邊所有醫生都沒有辦法 他說那你就搭高鐵 去上海夾魚吃好了 我真的當天晚上就坐高鐵 兩個小時去上海夾魚吃 去六院夾魚吃 那其實我們耳皮樓科 一般來說跟急診 最常見的三個情況 他們就會Call我們 第一個就是夾魚吃 第二個就是流鼻血 第三個就是有的時候 耳朵會跑一些什麼蟑螂 螞蟻什麼之類的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夾魚吃 因為牠們通常都夾魚吃 有兩個時段 病人最會來 一個就是 剛吃飽飯的時候 也就是 八點跟九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剛吃到 就會來掛號了 然後就掛急診 那要不然就是晚上十二點 為什麼十二點 宵夜 因為大家認為說 好像吞飯就可以吞下去了 吞半天 然後就吞半天 然後回家之後睡不著 那睡不著怎麼辦 那就只好來急診掛號 所以都是這兩個時段 只要超過一點 大概就不會有魚吃來掛號 那有一次我就收到一個急診 說許醫師 我們有一個夾到魚吃 就是有一個病人吃到魚吃 你來看一下 那我就下去看了 我就當場 差點把那個病例摔下來 因為牠魚吃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我把那個壓舌板 把嘴巴壓開來 牠魚吃就在舌頭上面而已 我就問牠說 你到底有沒有看病人啊 牠魚吃就在旁邊而已 你為什麼不把牠直接 用手拿出來就好了呢 然後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就罵牠說 你們到底是減傷分類科 還是急診科啊 你減傷分類科 你們去掛號就好了啊 對 好嗎 你很嗆喔 很嗆喔 牠的病人很多 牠的病人很多 就是魚吃 這魚吃的問題 就這個大概就比較火大 有時候就是 醫生會診 其實倒楣的是我們 為什麼 這邊有個病人就是 因為喉嚨有異物 然後進急診室 然後急診室 其實連看都沒有看 就說那我們直接會 耳鼻喉科的醫師 那我們婦理師就幫忙 然後耳鼻喉科醫師一來 就說病人怎麼了 我們就說病人就是吃魚 卡到喉嚨 對 然後後來醫生一照 就發現魚吃的位置 是在 舌頭嗎 同一個病人 對 對 然後後來其實牠就很生氣 牠就說 下次你們可以看清楚 再來call我們嗎 然後就莫名其妙 然後我們就被罵 所以這種情況在每家醫院 都發生過什麼 像我們常常 婦理師被接到電話 像我們每次最常接到電話 就是樓下有什麼什麼病人 那因為他們在開刀 我們就會轉數 那有時候轉數完之後 你知道我們就上來被幹掉 你知道為什麼 像上次最常的 急診最常聽到 就是打電話說 然後醫生是不是就下去 結果呢 然後我們就被罵 是誰接的 我們說 急診醫師說的 就是話要講清楚好不好 謝謝我愛急診 內涵人才知道的一切秘密 第二個想說 手術時麻醉科是最大 和外科醫師吵翻天 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開刀房裡面 外科醫師是滿大的 那麻醉科是 恐怕是還更大一點 就這樣 而且在開刀前 因為他不麻的話 你都不用開啦 對 但是在各個醫院裡面 通常都 因為我們醫界很尊重倫理 所以不管哪一科 他越資深了你就 我們對他就越不敢說話 那所以如果外科醫師很資深 麻醉科醫師會相對比較弱一點 可是真正 我覺得一個比較好的外科醫師 他通常還是會 可是我要舉的這個例子 其實是滿好笑的 就是說他讓我們 整體的外科醫師通通反感起來 居然把他給搞到沒有工作可以做 有一個案子 就是大概在可能也20 超過20年以前 這位醫師很有趣 我們比方說血糖 我們一般的麻醉醫師說 好吧 只要降到300以下 我可以300以下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幫你忙 他說不行 要200我才忙 200以下 那血壓的話 比方數前血壓太高 病人很緊張 有的本來就有高血壓 但大部分病人都是在控制中的 那進來說血壓250 他說沒關係 我打個藥 還降到大概160 170 他說可以麻了 好 那個醫師說不行 140以下我才要麻 這...外科醫師說這很機車 然後接下來 他說這個病人以前中風過 這危險 這我不麻 這病人以前心氣梗塞過 我不麻 這個危險太大 那他不但不麻 他都會跑去跟家屬講 他有權利跟家屬解釋沒有錯 跟家屬說這風險非常高 你這個爸爸有可能拿下去 就不會醒來了 每一次大家都說成這樣 所以他外科醫師 他都被要取消一大堆 每個月只要碰到他 他取消率是全醫院最高的 那變成這個醫院 他們就很苦惱 那外科系就大家越來越不高興 結果有一次我突然發現說 這醫師怎麼不見了 他說他不會斷 我怎麼那麼嚴重 他人還不錯啊 我看他人還滿合見 他說你可能婦產科比較會忍耐 我說是 我們比較會忍耐 因為我們平常在女兒的胯下討 生活一輩子 那他就忍耐對不對 結果那一次 全醫院後來才知道 外科 密尿科 骨科 耳鼻歐科 眼科 好多科連鎖起來 就是跟麻糟科主任講說 這個事情很嚴重 因為他使得我們很多 都沒辦法運作 那麻糟科主任說 其實以前沒有這個制度 台灣大概一般也沒有這樣實施 就是說我們其實 病人滿意度如果第一線醫生 病人滿意度是由病人來打 醫師的滿意度 那這些二線醫師的滿意度 就會看 比方說病理科的話 就有外科系醫師來打 在美國是這樣做的 就是說因為你的顧客是外科醫師 被麻倒的病人他不知道 因為他被麻倒怎麼知道 你品質好不好 那外科醫師會打 結果那一次他居然學美國制度 就說好 請所有的外科醫師來打 麻醉治療 最後給他烤雞丁等 就這樣FIRE掉 所以這個Case 就是讓我很驚訝說 好猛啊 這請外科醫師 你們正好沒有副產科 因為副產科比較會忍耐 大概比較品德高尚 我們怎麼累落起來 沒有 副產科醫師品德真的很高尚 但是外科醫師 有些會比他們品德更高尚 沒有 我意思是說 曾教授講的這件事情 其實在開刀房 是每天都在發生的 但是因為現在 因為曾教授他可能是在公立醫院 所以他們會有 另外一套的考驗制度 可是像在資歷醫院的話 其實 各位想就知道 病人進來是 來找外科醫師開刀的 那麻醉科醫師在我們的眼裡就是說 他要協助我們外科醫師 把這個刀開好 就是我們在開刀的時候 沒有後部之憂 你要顧好他的血壓 你要顧好病人的生命真相 所以基本上來講說 在我們醫院說 假設這個麻醉醫師 評估這個病人不能夠麻醉 那基本上在我們醫院就是 換個麻醉醫師來看 你覺得他不能麻 我們找別人來麻 人家架都勤了 什麼都勤了 然後家族通通等在外面 你要把他推回去嗎 這就是因為現在有訴前的麻造 那是照護 那以前當年沒有 不過我們當年 我們當年那個時候 我們當年那個時候 那個案例其實確實 他也勞動了 同仁 同樣的麻醉科醫師 來幫他替代 沒有錯 那時候他們主任常常找說 好吧 他不麻 那我們再找另外一個人 別的麻醉醫師真的麻了 那所以變成 大概麻醉醫科 同仁對他也有點反感說 我們都覺得還好 那因為他麻了那些事情 也都沒有事你知道嗎 每個都很順利 這變成說 他也造成同仁的困擾 有時候是真的很危險的時候 像他們都會覺得說 我們有時候 跟他們講不通嘛 我們只好就轉頭去跟病人講 這樣子 媽媽不敢開刀 對啊 還是跟他講 你好像就說 你媽啊 你敢麻我敢開啊 我們只好就回頭去跟他說 那你敢不敢被麻這樣 那有時候我們像我們 他的那個心腸胸腔外科的刀 因為那種病人的風險性 有時候真的很高 非常的高 那像他們比如說 骨科開腳 開手的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忍一忍 忍一支眼 閉一支眼 還可能過去 但是那個心血管的 幾乎是一定有相當的死亡率 一個開心手術的死亡率 一定有的 不會說最少也0.1%之類的 那所以說 其實你知道你今天 明天有大概0.1%到0.5%的機率 會死掉 星期內 你沒有說 鬱足一下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學長都說 你要講到 他有一點快哭快哭的才對這樣 那有時候真的就是很危險的病人 就是比如說他又重新 開第二次了 那這個鋸胸骨 現在有一些微創 那以前都鋸胸骨 鋸過一次以後就黏在一起 婦產科也是一樣 剖婦產以後 有時候第二次就有點沾黏 那胸骨這邊沾黏就很恐怖 黏得下面就是心臟 第一次鋸的時候還好 有時候第二次已經黏得心臟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種 都會跟他們講很多 一定要真的哭 不是 只是一塊哭而已 因為我們就遇過很多 有幾次就是 七十歲的伯伯 來以前換過一次半膜 現在又肥大了而已 換的半膜可能又不夠用了 怎樣要重換 那有開刀麻醉都還好還好 那因為是心衰竭那種 有時候 麻醉下去還不是那麼危險 但是他那個胸骨一距 嚕嚕嚕過去 直接 直接嚕破了 全部噴光 那就是我們跟麻醉科 有時候最討論的地方 就是我們認為麻醉科要解釋的是 麻醉的風險 不是手術的風險 手術的風險是我們外科 我們要承擔嘛 對 送麻醉科要解釋 可是有些麻醉科醫師會跟人講說 我跟你講這個手術多危險 因為心臟破掉的時候 我們要在那邊急血打藥 這個應該要分工啦 這個應該是解釋麻醉的風險 我們來解釋手術的風險 這樣才不會都搞問題 而且那個時候都會很紮雜 比如說他有什麼地方大出血 我們覺得病人這樣子 馬上就會死掉或中風 我們請說先壓著我出血 輸一輸你再起來補 可是外科醫師就覺得說 我不趕快補一補他一直流 你怎麼輸也輸不贏啊 那有時候就是在這樣子會 就是大家的 力場有點不同 反正兩天都是為了病人好 但是有時候會有這樣 因為心臟的手術 或是肺臟的手術 那血管一破掉 就是2000cc 血就馬上噴出來了 對 剛剛講的沒救啊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不用手先把它壓住 不用手先把它壓住 做初步的修補 你就算輸再多血 其實都來不及 病人早就死在table上了 但是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